來啊 我不道歉 你要怎麼樣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台灣的公民 我說這些話 你總統要我道歉 我就是不道歉 你要怎麼辦 你總統派人把我抓起來嗎 關起來嗎 這什麼話嗎 我請問各位 台灣是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是蔡英文講的 這是賴清德講的 拼什麼要我道歉 我們叫一下益川哥 楊智良在昨天說了 臺灣人會家暴 因為沒有罰子修理 蔡英文又說了民進黨 跟習近平是一夥的 蔡英文才是真正的統派 讓大家說 蛤 你確定要找楊智良嗎 對 郭台銘的這個國政 顧問團總召集人果然不同凡響 路邊找了一個阿伯 那個說法就是阿伯 平常是唱歌廟下 在開槓講話 現在這個國政顧問團出來講 他就是郭台銘的陳之漢 郭台銘的館長 他們兩個倒一檔 剛好 剛好 他昨天講了這些話之後 今天中島開記者會 接受媒體問問 他說我有罵三字經嗎 我有罵嗎 我沒有罵 我只是講說 你們這些記者都是小鬧鬧 我只有說蔡英文是男人第四聲 然後我只有說現在那個副總統 是奸人第四聲 我有罵髒話嗎 這一種人接下來是郭台銘的國政顧問團 的團長 是楊智良 人家說他大炮 他不只大炮 各位在八月二十四 今年就今年而已 他去聯合報投書 他寫什麼你知道嗎 他直接嗆郭台銘 楊智良直接嗆郭台銘 他說郭台銘 你應該站出來自我改革 你的車是在你的名下 還是在法人的名下 你出來講 郭台銘 你的車是在誰的名字 那個車是郭台銘 還是你的公司 還是財團法人 還是什麼什麼 你出來講 這是楊智良說的 八月二十四號 才剛剛嗆過郭台銘 他搞不好是嗆了這一篇之後 才能當發言人 才能當那個什麼 國政顧問團團長 如果要參加國政顧問團團 拜託的都報告 都嗆嗆的 就有機會 你知道嗎 現在的狀況就是 郭台銘就是為了這些 也不知道為 他到底什麼人 叫他找楊智良 叫土條 土豪 土包子 我三個一組 土條 土豪 土包子 三個倒一大 每天都要亂演 現在三個人 藍白的三個人 現在要整合 剛剛那個小平說 如果要整合 一定是磕吼合起來 把這一個郭台銘邊緣化 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用這個數學給各位看 來 這是一個三角形 兩邊長了 大概第三邊 對 磕跟吼好整合嗎 當然不好整合 磕去找磕 找鍋 A加C會帶V 磕也找鍋 B加C會帶V 最難的就是A加V帶V 這兩個不可能整合 這兩個一定 這個跟我們的經濟談判一樣 我們經濟談判 局長考試 要先寫簡單的題目 後面難的 最後再寫 沒有那個兩個大的 去整個幹掉那個小的 通常是大的去找小的 然後去邊緣第二支 我們的談判 例如RSAFE CPTTP WTO FTA G20 這些談判有什麼 好 所以益川哥 剛剛跟我們講那個三角形 那你看 科更後看起來就最困難的嘛 對 因為他們三個要談判 三個要談判是這樣 我們的談判有雙邊會談 有多邊會談 那因為國民黨有五點五個代表 所以每次開會五點五個人 一個腳在裡面 一個腳在外面的五點五個人 加上科 加上這個鍋 總共有七點五個人要開會 七點五按照數學 C7 七點五取二取三取四 那題目太複雜 沒辦法算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們要整合非常的困難 但是掌握這個關鍵的人 就在郭台銘 誰去跟郭台銘合在一起 就可以幹掉另外一個 就是他們的這個策略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談判 到底要啟動的是雙邊還是多邊 現在連會議的議程都搞不定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誰最會 最先會被幹掉 最先會被幹掉 這個很難 因為大家都會頭來暗記 柯偷鍋說 我們頭頭來講 這個火也會頭鍋頭頭來講 但是我跟你講 柯跟火不講了 因為這裡頭還有一個豬 剛剛小平說豬會先跟柯台 豬跟柯台 豬跟柯台以後 豬要說什麼 柯文哲說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們選總統 你去把豬友叫他賣算 我們這個區議會 全部都提交 我們都賣算 立委我們都賣算 我選總統就好 你去把阿九叫他做副的 主任說好 我來講 我來講 立委都議員 你講一講 豬友會說 你是在鄉下的哪有這條 金普通也講起來了對不對 所以這種談判其實都很難 可是聽說已經談了 這個幕僚作業都很難 我最近在幾天在幫他們三位 想那個會議的議程跟與會人員 實在是很難 第一題要先確定 誰可以參與這個會議 這個就很難了 譬如說柯 柯只找郭的時候說 要不然叫豬友會來講 要不然太複雜 我們兩個說不好 還叫第三位 不要叫那個來 因為那個來不好 你叫他來我們整個會議會 這一種談判其實相當的困難 但是我跟你講最後三個都會選 最後就是選民自己去做氣保了 這沒辦法 他們三個人去搞什麼政府 那都不可能 就是選民做氣保 楊智良這幾年真的讓我覺得很召驚 所以就覺得他已經七十七歲了 這楊一個慈祥和蔼的一個老人家 沒有 他剛剛直接罵陳建仁 對啊 然後他那種講話那種粗比 他是美國的這個公共衛生的博士 也當我們臺大的公衛系的教授系主任 亞洲大學的副校長 在學術界 在公衛界都是非常有身分的人物 怎麼會這幾年講話這樣子口無遮攔 他昨天說為什麼台灣的家暴這麼多 就是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去修理蔡英文跟陳建仁 這個是你有證據嗎 你拿什麼證據 那如果這次賴清德在當選 在四年 那是不是這些人又可以繼續家暴 你是給家暴予以合理性的理由跟借口囉 就是他們他們家暴 是因為他們迫於無奈 為什麼迫於無奈呢 因為沒辦法修理蔡英文 這是理由嗎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還是他個人的心態 因為他看到蔡英文他很討厭 他看到陳建仁他很討厭 而且你拿人的名字做文章 你說陳建仁賤人 沒有人在拿人的名字這樣子做詆毀的 我覺得不要講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就是一般人也不會這樣做嘛 就我覺得他真的讓我覺得 整個人好像失去了理性 那而且你看他今天說 台灣是一個我為什麼要道歉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對台灣是民主國家 台灣是言論自由沒有錯 但是你不能口不責言 你不能講一個沒有根據的東西 然後這樣倒英為國 然後這樣做政治上的操作 所以我必須要講他現在真的 他竟然說什麼 他說蔡英文是習近平的同路人 同一夥的 他說蔡英文會引進中國統一台灣 我覺得這個更是大家不可思議嘛 大家都知道蔡英文 他就是不斷的強化我們的國防 跟美日合作來對 構同對抗中國對我們的侵略 結果台灣的人 小朋友都知道 你竟然說蔡英文跟習近平是同一夥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你邏輯錯亂 但范老師我覺得楊自然在拉高仇恩值 因為你看他今天記者會還拍桌大嗆 總統府說我就是不道歉嘛 你總統府派人把我抓起來啊 關起來嘛 要道歉是蔡英文啊 我為什麼要道歉呢 老百姓不能講話嗎 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 這感覺起來 跟郭台銘今天套路蠻像的喔 不是 我覺得今天蔡英文是不想跟他一般見識 他說你看你不來告我 你不來告我說我說是對的 你就不想跟你在司法上浪費司法資源嘛 你以為這樣你就有有事無恐了 然後你還你還說 幫我抓起來 幫我關起來 現在是什麼時代的總統有什麼權力去 說幫你關起來抓起來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在挑釁 他就在製造仇恨 當然你可以看到他昨天在西竹那一場 讓郭台銘的這個 整個的那個點閱率增加很多 聲量很大 但是你覺得這是正面聲量嗎 我覺得一般人看到就會搖頭吧 但很明顯的 柯文哲跟館長就今天就沒有聲音了 對 郭台銘就強到板面了 那這個楊智良 我不曉得他現在這麼需要網路聲量 或許他覺得他這個對他有幫助 有更多跟郭台銘可以談判的空間嗎 因為你看我有聲量 我帶聲量給你嘛 那但是問題是我覺得楊智良也是一個 不受控的人 你看他今天他之前剛才一傳也提到 他以前公開批評過郭台銘 他現在又是說你看是你找我來 是你來拜託我的 所以他們到時候可能兩個人的個性 都蠻剛烈的 會不會到時候真的會分手也有可能 也不在乎 那你看這個王世修 王世修也是很有爭議的人物 他2018年搞那個乙和養綠公投 沒過 然後他之前當過韓國瑜 當過紅袖柱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幕僚 兩個後來都沒選上總統嗎 他都失敗了 所以我覺得找這個有真心的人來當發言人 而且他個性也是很很剛烈 他能夠跟記者媒體搞好關係嗎 搞不好過下接下來就跟媒體吵架了 所以我覺得 郭台銘找的人都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或許有網絡聲量 可是都不是正聲量 都是負聲量 那我不曉得郭台銘覺得這樣好嗎 但是我必須要 接下來當然他的連署 就要看這些這些 之前這些什麼議長 副議長會不會真的出來幫他連署 還是就是小貓兩三隻 就是考驗他的正式能量 好 但要請教他冠廷喔 但你看郭台銘現在身邊的確都是蠻辣的組合 因為昨天第一時間就有傳出來說 他的副手可能是高金書 因為連署書需要副手嘛 好 高金也在臉書上面 亦有所指的說 我期待兩岸和平 我期待青年政治 他也沒有說NO喔 好 郭台銘今天回應了 他說很多年前一個媒體界的朋友告訴自己 新聞業是製造業 不過他也說 心裡面已經有副手人選了 時間到了一定會向大家報告 好 如果真的是高金當副手的話 這一組組合怎麼看 真的是黃金陣容 我覺得超棒 很值得期待 鼓勵 加油 好啦 沒有 真只是高金他的講法是還會繼續參選 二零二十四的立委 那當然話沒有講死 那他的前提主要是講說 因為現在五黨籍原住民的立委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所以目前可能沒有這樣規劃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往後看 說真的大家不用太急 再過幾天 那個當郭台銘正式要展開連署的時候 他的副手人選就會出來 那G1今天記者會 郭台銘對大家講法是說 人選已經確定了吧 那所以應該再過幾天就會確定 但我現在要講的是 其實郭台銘現在要小心一件事 就他周遭的很多的團隊 可能會產生一種 他好像很熱情邀請別人來 可是最後控不住的狀況 楊智陽就是這種情形 楊智陽就是他找來了 在郭台銘的造勢場合 然後講出了說家暴會這麼多 是因為民眾無法去打總統蔡英文 就這種論述其實是很要不得的 無論你的政治立場如何 你知不支持現在的政府 其實對一個國家元首講這樣的話 甚至你可能是鼓勵暴力 但我要講說 楊智陽今天的回法 我覺得更有趣 楊智陽今天回法是說 第一國沒有拿你的錢 第二連聘書都沒有 我覺得這句話是在暗示郭董 一件事 我在解讀 在抱怨什麼 就是告訴郭董 不用錢的最貴 免錢的最貴 就是自理名言 郭董如果你找人家 花人家的時間研究政策 要記得付那個時薪給人家 這是我聽到的重點